以往要加盟一個手搖音品牌 大家都知道 沒有一百萬一百五十萬很難辦到 因為要加盟一整間店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業者也知道大家可能口袋沒那麼深 或是相對的加盟風險也高 所以特別推出了價格比較低的這種貪車的方案 確實詢問度有比較多 疫情影響我們兩年 大波導電潮失業潮後 你還敢開店嗎 主機總處統計截至10月為止 全台有約29萬人 一週公持不到35小時 月收入恐怕剩一萬上下 這些工作突然碰到變故的 又稱為隱形失業 觀察下有一部分與其等工作回穩 反而乾脆從零開始自己當老闆 手搖音品牌木白分析 今年逛展人潮不如疫情前多 但加盟執行率卻比當時高 他們看準大家想嘗試又怕賠錢 多上攤車型態 本來百萬加盟費 直接縮小規模省一半 連鎖早餐店Laya也發現 實際詢問的跟真的加盟的 比起疫情前還多三成 其中就是工作受疫情衝擊族群 還有部分香港移民來台 年齡層有稍微降低了 大概四到五歲 那之前的話幾乎都是夫妻居多 那現在大家都是有點在觀望 為就是年後可以做準備 業者趁是加碼設備 加盟金也有貸款優惠 或有些新鮮人自創品牌 沒資金開店又想在外面賣 除了開店還有智慧販賣金能選 今年什麼都在漲包含人工 因此現場的加盟 除了加盟一間店之外 像是這類的智慧無人機台 如果說把商品放在機台裡面 它還會有類似購物車的功能 假設我現在一次選四個商品 它可以一次直接跳出來 讓我領取 基本賣東西還能當網購取貨點 存放條件冷藏保暖都OK 業者直接比較成本 自衛台一年50到100萬 相比一間店百萬起 在人力成本上有優勢 疫情影響也讓加盟展趨勢大不同 DVS 經過陽青波林瑞 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